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持续受到干空气笼罩的关系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都还不错的 包括了东半部来看 虽然明天云亮还是比较偏多 但开始有机会见到阳光 西半部不用讲 西半部天气会更加稳定 在明天西半部包括北部在内 都有机会见到太阳 主要是多云道晴 接下来等到后天的时候 也就是礼拜六 要放假了 冷空气开始减弱 台湾附近的风向也慢慢转为偏东风 虽然礼拜六开始 进来的水气又会慢慢增多 但还好礼拜六这天影响还不大 只有在东半部云量偏多 偶尔有些局部的降雨 但雨量不会一下子增加太明显 西半部来看 在礼拜六主要还是多云道晴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接下来等到礼拜天的时候 东半边进来的水气会再更多一些 所以目前看礼拜天东半部 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雨的情形 尤其在下半天之后 西半部在礼拜天主要还是多云道晴 要等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下一波东北季风会再度的增强 到时候北部东半部降雨 在下礼拜一又要再次的增加 温度部分 我们透过地面天气涂涯来看到了 我们提到这次影响我们的冷空气 分两波 第二波在今天晚上开始南下 整个冷空气灌下来 加上了我们提到 中南部的天气相对是比较晴朗的 还会有辐射冷却作用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还会有一波的低温出现 预估在整个台南以北到宜兰这一带 局部地区的低温降到只有8到10度左右 真的很冷一定要注意保暖 包括了高平地区还有花东地区 今天晚上明天清晨的低温 大约也只有13到15度左右 等到明天白天 我们提到天气相对比较晴朗 有阳光 所以明天白天温度会回升一些些 但是天气干冷 所以要告诉您 明天有阳光的地方还算舒服 但没有阳光的地方 记得外套还是要多加一件 明年的高温部分 来看到在北台湾可以回到17度左右 东半部19度而在中部大约22度 南部24度 当然明天晚上太阳下山之后 温度很快速的要下降 明天晚上到礼拜六的清晨 还有一次的低温 明显的温度回暖 就要等到礼拜六一直到礼拜天 整个冷空气减弱之后 温度开始比较明显的回升上来 到时候北部东半部高温 都有机会回到20度以上 中南部的温度 当然就有机会来得更高一些了 所以最后天气上的小叮铃 就要提醒大家了 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低温下探8度 所以一定全台各地都要注意保暖了 尤其老人小孩留意您的身体健康 当然室内您要保持通风 还有农渔民朋友 重低温 你要严防寒害的出现 各地沿海地区也会有强阵风出现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温度还是来得比较偏低 明天白天阳光露脸 温度稍微回升一些些 基隆13到15度 台北新北12到17度 台湾11到17度 新竹12到18度 苗栗11到18度 虽然白天温度稍微回升 但是感觉还是比较凉冷的 而中部地区同样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温度偏低了 明天白天来看总高温部分 台中可以到23度 彰化南头12到22度 云林11到22度 嘉义12到22度 不会下雨都有机会见到阳光 而南部地区来看的话 今天晚上温度同样也会来得比较寒冷 明天白天在台南12到22度 高雄15到22度 屏东44到25度 干空气影响 所以明天东半部基本上也不会下雨了 云量虽然稍微偏多 但有机会见到阳光 宜兰12到16度 花莲13到17度 台东则是16到21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 马祖地区是最冷的 只有8到12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今天晚上明天清晨注意保暖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是稳定的 温度也会有所回升 但要明显回暖 就要等到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下礼拜一另外一波东北季风 再度报到 锁定排斥气象 均开每天跟您聊天期